好的,大家早上好,我是Eli,今天早上带你来看楼 那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是 马来西亚十大发展商之一所发展的项目 它就叫Sunway Velocity 2 那我现在这一个位置呢 前面这里就是这个JalanPill JalanPill就把我们Sunway Velocity的项目分为两边 这边是第一边,第一边就我们已经起好了 就投入使用 在这里呢是一个综合性项目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发展 就比如说shopping mall,商业广场,酒店 还有医疗中心,还有学院 还有当然就是住宅单位 它的开发理念呢,以那个社区为核心的 我们的生活呢,就是工作,休闲,还有娱乐为主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社区呢 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所有的需求 在这里就是100万方尺的这个retail space 大型营兽商业广场 OK,so非常的大 就好像KLCC一样 so这个就是我们的Link Bridge 有盖天桥 它可以带你去到MRT站 然后Manduri MRT站 整个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商业广场 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四星酒店 Sunway Velocity Hotel 我们的这个开发商也拥有这个酒店集团的 这里是350间房 然后2017年开始的 这一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宅单位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中心 Sunway Medical Center 这个是2019年开始启用的 这个医院呢我有听到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评语 也就是说服务很专业 而且呢价钱也非常的合理 公道 所以也有很多人过来 也就因为这样吼 这里也会扩建多一栋的这个Sunway Medical Center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有一条有盖天桥 可以带你去到这个 然后这个Chansalink MRT站 讲到这个Chansalink站 它就是一个interchange 它有LRT也有MRT 这就是我们的公园 然后这里呢 我们这里还有两栋的这个shop office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商业店铺 还有这个办公大楼 后面这里呢你可以看到 V Residence Tool还有V Residence Suite 这个也是我们的住宅单位来的 我们这里也是有一条有盖天桥 可以带你去到Cochrane MRT站 那在这里呢我们同样的也是有这个商业店铺 还有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单位 过去一点呢 你会看到那个Sunway Education 那Sunway Education呢也是我们开发商 Sunway Group旗下的这个教育集团 他们有这个非常著名的Sunway University 还有就是Sunway College 那在Sunway Velocity这里呢 这个是Sunway College 专读这个Accounting 还有这个Finance 在这里是可以考那个ACCA的 在这里呢你会看到这边有 一二三三个人形天桥嘛 对不对 它就是把我们的第一期 连接过来第二期的 所以在这里的第二期呢 我们有什么 第二期我们这里呢 就会有这个Tower A Tower B 所以Tower A和Tower B它是2022年尾期好的 同样的我们这里也是有一栋Office Tower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Tower C 还有Tower D OK那么在这里呢 Tower A还有Tower B 已经卖完了 我们现在在卖这个的是Tower C 还有Tower D 而Office Tower呢 我们是没有卖的 这个是哪里租的 发展商会租出去的 而这一栋Office 有一点东西要提的就是它是会有那个MSC status的科技有关的 以自媒体有关的这个行业的话 你在这里做Office的话呢 你可以得到免税或者还有一些的这个政府所提供的这个优惠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会吸引很多的高科技人员或者是这个IT科技公司之类的那些专业人才过来这里住 还有就是在这里消费办公 所以这里有一个天桥 它就是从这个MSC status的办公大楼接过来这里的 然后在这里呢Tower C和D呢 我们的设计就是好像一个V shape这样子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楼对楼的距离呢也把它拉开了 至于Facility那一方面呢 我们的底楼就是有这个Landscaping啊 然后噴水池啊之类的 我们第八楼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游泳池 你可以看到 哇很长的一个儿童的Sunway Lagoon在这里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Badminton Court 还有这个Multi Purpose Court So在这里呢我要讲一下这边的car park啦 是不错的 因为呢我们有这个Speed Ram 它就是让你从这个 低楼就是Ground Floor啦 你可以直接上到四楼 又或者呢从四楼直接上到七楼 如果你的car park啦 它是在七楼的话 基本上你是转两个圈 你直接转上去第四楼 然后再转上去七楼 就可以到达了 就不需要好像一般的Condor这样子转七个圈这样 通常只有在大型的项目 发展上才可以做Speed Ram 一楼到七楼呢是我们的这个car park 然后八楼是我们的Facility 然后九楼到47楼 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宅单位 我们的顶楼呢也是有Sky Facility的 这里我们的民主电商 基本上是不存在哪儿 就好好看 这块是我们的 感废啊 如果现在 Unknown楼就有 是区别的 但是我们的情商 但是我们的基地 我们的那种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项目现在有很好的一个了解 这里我要补充的东西就是 Sunway Property这个发展商呢 非常的独特 因为呢很全面 你应该很难找得到一个发展商呢 同时拥有多项生意的 就好像Sunway在这里 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商业广场 Shopping Mall 而且它的Shopping Mall呢 在别的地方也是做得很不错的 就比如说Sunway Pyramid 对吗 大家都知道的 那还有就是这个医疗中心 Sunway Medical 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都是做得很好的一个医疗中心集团 那还有就是Sunway University Sunway College 也是我们马来西亚非常著名的这一个教育中心 再来就是它也同时拥有这一个 Sunway Hotel 那还有 再来就是Property 那Sunway Property呢 它也是发展了很多这一个这个住宅项目的 不单只是在吉隆坡 全马各地都有 然后呢这个项目的公共交通方面 也非常的好 因为呢在这里哦你可以同时连接有盖天桥 连接到三个MRT站还有两个LRT站 上来的话 两个站你就可以去到TRX 然后第三个站你就可以去到Pavilion 那如果是MRT Line 2的话 一个站就可以去到TRX 然后呢三个站就可以去到KLCC 基本上呢我们吉隆坡最大的这个发展项目啦 KLCC啊 Bukit Pintang TX之类的 你从Sunway Velocity平均来说都是两三个站的距离而已 再来呢这个项目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 因为这里本身就是这个吉隆坡市中心地址 那如果你讲说从Velocity 去到这个Bajaya Times Square Bukit Pintang 它大概就是一个四到五个km 那如果来到附近有什么大学啊 学校之类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本身有这个Sunway College 那还有就是Mallurie附近的 三个km 我们可以去到这个Taylor's International School 还有就是四个km 你可以去到这个寻人读中 还有五个km 你可以去到Indy International College 还有六个km的话 你可以去到吉隆坡最著名的 这个国际学校 Alice Smith School 我现在在这个示范单位的门口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Sunway Velocity Tour最小的单位 就是689方车 它有两房两侧的 来进来看看 首先一进门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厨房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L-Shift的这个设计 L-Shift的厨房是最方便的 因为呢 我这一边做储物室啊 被拆啊 放东西啊之类的 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电器的 有没有 厨房电器 然后在这里呢 就是你的主食的位置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洗盘子的位置 OK 所以非常漂亮 而且呢 这个厨房碧桂呢 我们是有包括的 来到中间位置啦 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Dining Area啦 用餐区 四个座位的这个位置 这厨房位置非常的宽敞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板 已经是不一样了的 这个是木质地板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2x2的这个卡屋 我们的示范单位呢 装饰得非常的豪华 就好像一个酒店陶房这样子的 空间也是非常的足够 这就是我们的浴室啦 也是我喜欢的灰色 所以你看整个都是灰色的 就很modern的感觉 进来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主人卧室 OK Master Bedroom 对空间非常的足够啦 OK King Size Bed 然后就是Bedside Tables 上你的这个viewing wardrobe啦 当然你这里还有很多位置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主人浴室 就在这里旁边 OK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间示范单位 可以把86房车 两房两侧的单位 然后呢 是一个我们有这个dual key的这个option的 如果你是马来自己住的话 就这个门在这里吧 然后你一打开呢 OK 这边有一间房 就是一个studio这样子的房间 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是有一间房 那如果你是想要买出租 或者是比较灵活性使用的话 这里建筑强起来对吧 这里做一个门 它就变成两个不一样的单位啦 这个是好像studio 然后这个就是一房 然后有客厅的这个单位 那么你可以自己使用其中一间 然后另外一间把它租出去 又或者是当作客房使用 所以这个studio呢 它就是有这个pantry cabinet啦 小小的这个主食的位置 OK Induction cooker 然后就是可以做一些轻便的主食 这样子 然后呢旁边就是我们的work drawer 然后呢这边就是我们的床的位置 然后来到这里呢 前面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浴室的位置 这边也是一个L shape的这个厨房位置 当然这个kitchen cabinet也是有包括的 就跟着单位而来的 然后这边就是你的洗衣机的位置啦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用餐区啦 用餐区也是同样的四个位置 当然你可以加多一个 四到六个人是可以的 OK 然后我们的客厅位置 然后700多方尺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露台 如果你是喜欢有露台的话 OK 你要选择这一个700多方尺的 因为这个户型有露台的关系 就变成你的客厅和你的饭厅 更加的这个光亮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人房都很宽敞 也是一个非常光线充足的这个大窗户 然后你可以放别的桌子 你的床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做我们的Voltrope 再加一个dressing table 你的化妆间 然后进来这里呢 就是我们主人房的浴室 可以跟刚才的一个同样设计的 就前灰还有深灰 现在来看这个最大型的这个户型 所以这个户型呢 就是三房两侧的915方尺 同样的也是有dual key option 那我们先进来看这个studio 这个studio的设计很漂亮 木制的感觉 这个房间我很喜欢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Voltrope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Bitside table 床 然后去到那边呢 就是我们的浴室 还有这个dressing table 这个厨房呢 就是蛮长型的一个 洗菜啊 洗盘子啊 然后煮食啊 然后在这里 有很多的这个storage area 然后你看上面 你可以做一个很大套的 一个kitchen cabinet 然后在这里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摆放这个洗衣机 还有这个轰衣机 现代人的生活 应该比较少把衣服塞出去 晒太阳的了 换单位的关系 我们把它特别的一个 一点的设计 so你看到这边 把它改成了这个sofa区 ok客厅 然后在这里呢 哇 有一个日本式的这一个用餐区 非常漂亮的一个榻榻米 然后我们这个单位呢 也是有露台的 so你也可以把那个露台打开 so就变成你的整个客厅的空间 立刻光亮起来 我们的房间设计的 非常有这个日本style的 来看我们的房间 有樱花的 旁边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樱花 然后这个呢 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浴室的 这个浴室呢 它是Jack and Jill的 如果你把这个门关上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浴室呢 就变成是属于这一间房的 那么如果你把那个门锁上的话 这个浴室呢 就是属于你的客人的 这样 这里我们也是有另外一间房 也是日本style的 你看这个有一点日本感觉的 这个coaster 然后一个LED lighting 然后这个wall panel 还有这个呢 床板 然后床板 其实它就是matching with这一个的 就是很有那个热饰的感觉 然后对 男生的boardroom 想要梳理一下 项目大卖点 首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打三背景 因为呢 Sunway Property它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这个 综合性项目发展商 过往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 就好像Sunway Pyramid Sunway Lagoon Sunway University 就整个Sunway呢 就带起来了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terrace area 最靠近TRX的这块地区这里呢 也是因为Sunway Velocity 而带动了附近所有的 property的价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保证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我们的这个办公大楼呢 有这个MSC status的 吸引很多的这个 专业人士啊 或者是高科技公司啊 这样子进来这里 就会在这里住下来 然后呢 就是在这里消费啊 这样子 所以同时的 他也会把整个地方的 这一个生活水平水准 都提高了 那么在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 马来西亚 吉隆坡最著名的是什么 KLCC 现在最新的TRX 还有再接这下来 全世界第二高的这个高楼 就是PMB118 所以你看我们的距离哦 从Sumway Velocity去到KLCC啦 大概是一个六七个KM左右 而去到TRX的话呢 是一个四个KM而已 如果你大MRT的话 两个站三个站都可以到 那么还有就是PMB118 也是一个六个KM的距离 所以非常的靠近 我们这个项目呢 完完全就是在这个 吉隆坡市中心里面 我们的价格呢 也非常的清明 因为在这里呢 最小的单位 两房的呢 我们大概是六百千 开始起跳的 那当然如果你是想要买来自己住的话 这一边 肯定就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你生活上所需要用到的 这个吃喝玩乐啊 这个学校啊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也非常的方便 那么如果你是买来投资的话 那肯定没有问题 KLCC啊 这个PMB118啊 TRX啊 都在附近哦 所以你的这个租客的Quality呢 肯定也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会有很多的这一个外国专业人士啊 或者是做生意的 自己创业的啊 会来这里租住这样子 所以好了 今天我对于这个 Sumway Velocity的介绍就到这一边 希望你们喜欢这一个项目 如果你想要过来这里参观 或者是更加了解这个项目的话 欢迎你联络以上的这个号码 我们的团队会带你过来参观 顺便呢 我们也会为你提供一份 在这里附近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成交报告 让你更加了解这里的这个价格行情 我都是在介绍这个关于交赖 Terras KL的这一个项目 如果你有其他地区想要了解的项目的话 欢迎留言在我们的comments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带你们过去那边参观 So 好的 我们下一集见 Bye Bye